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今天我身边多了一个业余创作歌手Mandy在这里 我经常觉得喜欢创作歌曲的朋友 在完成每一首歌之后都像生了个婴儿一样 从知道自己怀孕那一刻开始 就会有点兴奋 也会有点担心 担心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胎 是否可以顺顺利利地去经历那种奇妙的怀孕过程 直到顺利生了婴儿之后 才会放下心头的大小 因为已经将最好的都给予婴儿了 而之后的事呢 就是每一次当见到自己的婴儿的时候 都会觉得自己的婴儿是最好最健康 最英俊最乖的儿子 于是很快又会很想再经历多一次 那种奇妙的怀孕过程 所以又会心思思地去写下一首歌 到底这个比喻是否真的呢 其实也是的 歌曲创作和怀孕三宝宝的确有相似的地方 每一次当我有灵感的时候 我都挺兴奋的 那这一份兴奋的心情会推动我继续写下去 而且也都令我很期待 期待最后出来的作品会是怎样的呢 不过通常我都没有deadline的 而真的有deadline的时候呢 都会担心的 就是担心 咦 时间到了哦 为什么还没写完呢 但是我真的很享受这个 从没有到有的过程 我觉得都真的很奇妙 而且其实也是的 那自己的作品 当然自己要喜欢先啦 觉得好听啦 如果不是怎样和人分享呢 今天 陈淑玲会和业余创作歌手Mandy一齐 和大家展开她的创作音乐旅程 而今个早上 大家听到的歌曲和音乐 全部都是Mandy的作品来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ndy 很多人都说我像一个伦家女孩 生得小小的 这样啦 痴痴纷纷的 也都有一些baby face 虽然可能我讲话的声线都比较成熟 那平衡回来啦 我想 我曾经做过六年的化妆师的 也都做过餐饮 而近这几年呢就做会计助理的 因为其实我在大学里面的主修是会计 我现在是一家非牟利的机构里面做啦 那都很忙的 烧九晚五 很多时候都要OT 特别是到出粮的时候 我很喜欢吃东西啦 也都喜欢煮东西吃 我家人其实个个都很喜欢煮东西的 我亦都对语言是挺有兴趣的 我会从我身边不同的朋友 包括日本人啦 韩国人啦 那样去学习一些他们的语言 那其实我都真的属于比较文静的 不是说很好动啦 但是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想自己 active些做多些运动 因为有益身心啦 那我最大的爱好呢 当然是音乐啦 我又喜欢听歌又喜欢唱歌 我亦都会弹简单的钢琴和吉他 钢琴呢 我是小时候学过一下啦 但是因为不是太喜欢 每天这样练 所以就放弃了 而吉他呢 就是大过了之后 自己在家里学的 其实我都弹得一样的啦 因为自学呢 没有人给这个feedback啦 都不知道自己弹得好还是不好 不过我觉得够用就可以啦 而我也有在这个电脑上面 自学一些简单的篇曲的 那可以用在我自己的作品里面啦 那可以用在我自己的作品里面啦 我可以用在我自己的作品里面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ake the old world apart, let them in Let the new begin, don't hang on to All that you're used to today Let's meet the brand new you We ought to know There's only one truth Don't be like those Who follow the norms I ask, who are you pleasing Do you, do you really know If you find Him leading you Raise your voice and make it right Break your heart Take the old world apart, let them in Let the new begin, don't hang on to All that you're used to today Today Break your heart Take the old world apart, let them in Let the new begin, don't hang on to All that you're used to today Let's meet the brand new you 刚刚这首歌叫做Transform 是我在2010年的时候写的作品 自己负责辞曲编唱的 意思大概就是说 我们经常要将自己的心和生命 去更新 这样令到自己可以活得更精彩 业余创作歌手Mandy的正职 是一个百多例人 每日与数字为悟 在每一个星期朝九晚五的工作之后 她都会回去 她那个充满音符的空间里 与音符为伴 为歌曲赋予生命 我的工作呢 挑战性是有的 但是都比较循规道举 需要用到我理性的一面比较多 我很清楚 Accounting不是我的passion 都是为了找食 工作的时候 无论在人和事上都会遇到各种压力 但是同时又要尽量收起个人的情感 而音乐就 简直是为我的生命和生活增添很多色彩 是我工作之后十分期待的快乐时刻 因为音乐它给了我一个空间 去抒发自己的情感 亦都让我自己去放松 和在心灵上得到一些更新的 有很多人 它都会跟我说 Mandy 你唱歌的时候 好像和平时的你很不同的 和他们会见到一个更加有层次的我 如果一个人的快乐 可以放诸在大众身上 都是一种幸福来的 所以在疫情从没放松的时候 Mandy送了一首她创作的歌曲 给我们大温歌坏的朋友 希望听着的你 还有我 和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拥有一个 放松但是绝不松懈的心 歌曲的名字叫做距离聚离 Zither Harp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曾经是多么的清晰 现在聚合如同分离 哦 彼此向前却不敢靠近 像平行不行 像平行鞋般没有交集 是否人的世界有太多罪忧 此次贪恋妄言背叛和嫉妒 是你我不再相信不再单纯 坦诚的愿 坦诚的与人接触 在人群中期盼着你的笑容 分秒经过只迎来你的温暮 我的心痛过 我的心痛过 伤过 你却没有在乎 是什么时候 无言变成一种交流 愿什么时候 我们之间回复交流 过去这半年 其实我自己都有很多反思 就好像这首歌 《距离聚离》那样 讲的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对于我来说 真正的距离不是空间或者地域 这些看得到的距离 而是心和心之间的距离 这首歌是我在2015年写的 当时我每天要坐Sky Train 去Downtown上班 上班下班的时间 那些车厂里面都很逼劫的 那人和人之间 简直是零距离 那虽然那些乘客站得那么近 但是陌生人之间 那当然一句问候都没有 那偶尔和旁边的人 说一句Hi 说几句 人家真是当你是傻的 那这一个情景呢 就令我在自己想 那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究竟是什么呢 而在这个数码的时代 我相信很多人 一家大小住在同一屋禅下 但是各顾各地在房子上网 看电话 可能一日下来都说不到几句话 也有些亲人或者朋友 因为某些原因或者某些心结 断绝了来往 即使出现在同一个场合 都会当大家是不存在 那对我来说 人和人之间最远的距离 就是冷漠和互不关心 反而这个疫情 虽然带给人很多不好的冲击 但是也是一个好的机会 去给大家去重新建立关系 很多家长这样 平时忙着寻食 放工都很累的了 没有时间跟子女玩 去相处 去相处 那在这段时间 我就看到很多朋友 会和他们的小朋友 一起做面包 去公园玩 生活其实变得简单了 但是in a way 又丰富了 而很多人 他们也会透过电话 或者视像 互相问候 又或者互相帮忙 去买些食物 易用品 其实一个笑容 一个鼓励 或者赞美的说话 可能就已经给到对方 很大的动力 去面对现时的困难 到底Mandy 又是什么时候开始 知道她自己 哀想了音符 旋律 和创作的呢? 其实我小时候开始 就很喜欢唱歌的 可能因为我爸爸妈妈 都很喜欢唱卡拉OK 那他们跟我说 我大概三岁的时候 很喜欢唱的一首歌 是《难得有情人》 还有我都喜欢听歌的 当时有很多的儿歌 都很好听的 好像长腿叔叔 美少女战士 小丸子那些 放学回到家 边看电视 边学到很多儿歌 也会听很多 广东话 和国语的流行曲 好像《四大天王》 《王妃》 《郑秀文》 等等 而小学的时候 也开始接触 英文的流行音乐 反而大过了 比较喜欢听一些 放松的音乐 可以令人放松的音乐 像一些钢琴的纯音乐 或者一些在咖啡店里 播放的着视音乐 而有时我都会去听一些 日本的J-POP 或者韩国的K-POP 因为我对语言都有兴趣 我都喜欢听和唱歌的 而音乐创作 是在移民了加拿大之后 在中学的Grade Nine左右 才开始的 当时我是Teenager 很多心里面的东西 不知道怎么去说 也都不知道跟谁去说 所以就开始随口唱出来 就好像很多人写日记 而我是用音乐 或者一些短的诗 去表达自己 而当时的我 基本上 不太懂乐器 所以我的歌词 只是写在纸上 把歌词 或者简单的数字譜 写在那张纸上 最多就是用一个录音机 去录下自己的清唱 有人说 一个人走到音乐路上 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Mandy又是怎么看的呢? 我想每一个人的故事 都是有点不同 我的音乐路 都真的不容易 首先是 这一样是一个业余的爱好 那家人会觉得 你有空唱歌 OK 放松心心 但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上面 即是 不反对 但也不是太鼓励 其次的是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的音乐都是 自己唱 自己听 没有听众 也都更加没有回答 直至 2013年左右 我才开始 将自己的作品 放上网 去和一些身边的朋友 去分享 那一开始 要将一些作品 放上网的时候 心情都很忐忑 因为 不知道人家 会如何去评价我 这些作品 但是 现在 我就不太害怕 如果有新歌 我便放上去 起码自己 喜欢 自己被感动 被鼓励 已经是一个得着 如果有其他人 都喜欢我的歌 简直就是一个 bonus 而在这一条音乐路上 我多数都是孤军作战 没什么人 有这个时间 和心机 去和我一起写歌 还有 我觉得 大家都要对 和有点心有灵犀 这样才可以 互相配合 不过 音乐 始终是我的 passion 一个梦想 所以我都会继续走下去 那Mandy 第一次的创作经历 又是怎样的呢 第一次的创作 是在Grey Nine 当时十四岁 听的歌 是英文流行曲 比较多 当时有Backstreet Boys Britney Spears 那些 我写的第一首歌 是一首情歌 挺轻快的 其实我都没有录下 可能草稿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当时的心情 都是玩玩一下 这样 抒发一下情感 我可以亨几句 但是大家不要笑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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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 好 所以 好 好 从第一次的创作路程开始 你的感觉是苦多一点 还是落多一点呢 而在创作的路程上 有很多不同的位置 那Mandy最爱的 又是哪一位置呢 音乐创作带给我的 当然是落多于苦 如果是苦比较多的话 我想我是堅持不了下去的 而且其实每一次有作品出牢的时候 那个满足感真的很大 加上这几年有很多朋友都说 Mandy你的音乐或者你的歌声 很清新、很舒服 有些说很触碰到我 这些都是给我的音乐创作 再多一层意义在里面 而创作的位置呢 我觉得每一个都是很重要的 是相互相成的 那我的乐器和编曲 都是beginner level 不过我其实也挺喜欢编曲的 因为编曲可以把那首歌的感觉 带出来 比如说是抒情的 是轻快的 或者是摇滚的 或者是忧伤的 其实有机会的话 将来有钱和有时间 我是很希望去学这个音乐制作 编曲之类的 而作曲作词对我来说 就相对比较容易 因为通常我都是唱出来的 但其实我的中文 都是一般的 不过我觉得 我的词里面有很多情感的元素在里面 可能是因为我是比较感性的一个人 那 记得你微笑伸去如若无息 依偎在我的怀里安稳宁静 今天你无所畏惧坚强独立 似乎你不再需要我的关心 神啊 请赐我你的温柔 走进他心里深深感受 好想多一份明了 给你多一个拥抱 有些话想说却说不出口 好想为你祷告 替你分担心中烦扰 这一刻能否紧握你的手 看见你旧照片里充满活力 陪着我一起度过每个风雨 今天你美丽如昔为带卷影 却还在每天为我老心老力 神啊 请赐我你的温柔 走进他心里深深感受 好想多一份明了 给你多一个拥抱 有些话想说却说不出口 好想让你知道 渴望成为你的骄傲 这一刻能否紧握你的手 好想多一份明了 给你多一个拥抱 有些话想说却说不出口 好想让你多一个拥抱 让你知道 从来你是我的骄傲 这一刻能否紧握你的手 记忆中全是你的温柔 如果创作一首歌 就好像生了一个宝宝一样 现在的Mandy 在歌唱的创作路程上 已经是很多个宝宝的妈妈 如果我问Mandy 现在的你 最爱会是你哪一个宝宝的时候 不知道Mandy 你的答案会是哪一个呢 其实在我的作品里面 很多首我都很喜欢的 譬如说刚刚播的这一首 爱说不出 说的是父母和子女之间 有很多的爱意 但是表达不到出来 如果要我真的选一首的话 我的最爱会是2018年写的 《恩典忠遇见》 因为这首歌很有纪念性 那一年的五月 我遇到一帮跟我一起唱歌的朋友 而其中两位也有参与这首歌的创作 我和这一帮朋友 除了唱歌、吃饭之类 我们也有一个群组 在日常生活中都会互相鼓励 而每一次的聚会 我们都是充满笑声的 而且这首歌的诞生 和我的生日是很接近的 我觉得这一帮人和这首歌 就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因为我觉得人和人的相遇 相知甚至是相爱 都是一种缘分来的 加上这首歌有两个版本 一个独唱版 是我自己唱 和加上很简单的吉他 而另一个版本就是合唱版 是很轻快的 我觉得各有特色 欢迎的那天那刻 跟你相遇 缘分似一早已注定 曾不敢相信 当终此口渴 愿使背何有他的人手 我心觉得 不是偶然 共你此生能碰面 不知不觉 心中那喜悦 每天才及彼此天温暖 你我再一点点钟 你我再一点钟 愿见 从你过每个欢迎与考验 你我再一点钟 期盼明天 你我再一点点钟 我再一点点钟 有请不知 如果每个欢迎与考验 你我再一点点钟 我再变得大力了 我再一点点钟 你我再深厉 我再多点点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才及彼此点望远 你我再恩典终于天 和你我每个欢迎与巧言 你我再恩典终其他明天 将信我爱传众到永远 你我再恩典终于天 和我每个高低与喜乐 你我再恩典终其他明天 将信我爱传众到永远 将信我爱传众到永远 感恩终于天 不单单代表Mandy的心声 亦都代表了我的心声 因为在疫情大流行期间 我们能够活下去已经是一种恩典 再加上我们能够在云云众生中相遇 然后有机会聊聊天 和大家分享Mandy的音乐 对我来说 这种预见也是一种恩典 所以听到Mandy这首歌的时候 迫其然让我再想和Mandy交流多一些 所以约定大家下一个星期四 同样的时候 我们再拖着Mandy的手 请她带我们一起 再去经历她的音乐创作旅程 在这个时候 陈淑玲和Mandy 要和大家说声再见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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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